那么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怎么样才能够建立一个新的协作平台 老师呢当我进到这边之后这个画面可能有点跟各位不太一样 那没有关系您直接从这边您进到这个Google上面这个协作平台之后呢 您预设进来这里应该都是空的 对不对它会有一个欢迎画面在这边 好我们就直接按那个建立就可以了 在右手边应该是我记得是在右手边有一个建立 如果没有就直接按这里也一样 好您看一下这边建立 那么您从这边呢 可以看一下我们现在预设是没有范本的 那你可以从这边前往浏览 你就会发现我的范本已经发布好了 你可以直接点 点了之后可以先预览一下 看看那个范本长怎么样子 那事实上呢其实老师也不要客气 你从这边网路上真的有很多人有这个 有做好很多范本给你套用 好比如说你看我们学校教育的 我就可以找找看 有没有发现有很多学校有放上来 高中职的 班级的 学校的成果评鉴的 像现在那个像我之前去那个私域国中 他们现在全校都是用这种方式去做 就是连就是行政单位都是这样 不只是班级的 因为在上面的话就是会相对来讲比较方便 有没有发现有很多学校都有在用 对不对 好这个是给大家参考一下 事实上这个用的还蛮多的 蛮多那你可以点下去都跟刚刚一样 你都可以先去预览 看看别人的怎么样喜欢就直接套用 那里面就有那样的内容 那等一下呢 我们就请老师先套用一下这个范本 好不好 你们按一下 如果你确定要套用 就按选取 这样就好了 OK 选完了之后呢 你就有一个咯 你就按 你给他你的协作平台一个名称 好你的名称打在这里 那么你的专属网址 他会自动出现在下面 比如说我在这边 假设这样子 那他下面就会自动把你做好 那老师如果认真看一点的话 你就会发现 他这个叫做中班音 有没有 瑞城国小 很简单 所以万一啦 因为总是每年都会五年五班啦 对不对 那如果说老师怕的时候 因为王子一样他就不让你新增 所以你也可以加上年度啊 之类的 那这个呢 其实每一个的 这个协作平台 他没有限制你 就是一个人可以建立多少个 你可以像我在这边 因为我是用学校张网进来 事实上我都用我自己居没有张网 我里面就有大概一二十个 好就是上课也会都会再持续增加轻的这样子 那每一个协作平台呢 他的空间总共有100MB 老师觉得100MB是多还是少 有人觉得少有人觉得多 不过呢 他这个100MB是指你的附件里的照片加进去 但是各位老师不要忘记了 请问你的Gmail账号有多大 20G 我们学校是20G吗 是20G哦 如果是一般非那个就是 套用学校网域的那一种是10G 所以你看老师有没有20G的空间可以用 有 所以其实我们在协作平台里面也可以把你放在 Google的这个所谓的云端硬碟质量就掉进来就好了 事实上你不用担心那个100MB过 真的 所以不用担心 那就麻烦老师先套用看看哦 好不好 还记得怎么弄哦 建立去找到这个范本 选好之后 直接套用 这样就可以了 我把它还给你 记得 帮您的网站取个好名字 你如果刚好按下去不能介绎的 通常的原因大部分都是什么 就是你的网址的名称刚好跟别人一样 跟别人一样 你也可以自己打 也可以自己打 不过通常我们比较建议就是用它内进的就 应该就够了 因为毕竟那个网址很长 你总是不容易去记忆 不容易去记忆